这几天,高晓松的一组近照在网上刷屏了 照片里的他仍旧身着黑衣 顶着一头标志性的中长发 网友们却直呼不敢相认 毕竟,记忆中以前的高晓松是这样的 如今瘦了26线的他不仅身形挺拔了许多 整个人都显得神采奕奕 明明已经51岁了 反而比年轻时还添了几分清爽和儒雅 让人不得不感到惊讶 高晓松微博上的两则配文更是让人感触颇深 爱生活,爱世界 卸下油腻的外壳 希望里面那位是真实的自己 这样的高晓松很难不让联系到去年 因为一张素颜照被推上热搜的泥屏 过去十余年他曾多次被网友嘲讽 身形臃肿老态尽险 后来他开始积极健身 在59岁这年再度树身成功 被人大葬每回了20年前 我不禁想起了一句话 一个人40岁以前的脸是父母决定的 但40岁以后的脸却是自己修来的 人这一生起初是我们改变习惯 后来是习惯塑造我们 身材里藏着自律 长相里藏着心态 衣着里藏着态度 周年以后你的五官里藏着你的三官 一,放纵还是自律 身材会替你回答 在网上看过一则提问 自律和不自律的人 人生到底差在哪 有则回答颇为戳心 看看你还有身边人 十年前和现在的对比照就知道了 不知你是否发现 人到周年以后 身边的人会逐渐分成两拨 一拨人从曾经的偏偏少女 轻松少年 变成了各自发福的油腻中年 而另一拨人却仍旧风姿不减当年 岁月这把珠四亮仿佛对他们失了笑 其实时光对任何人都是一视同仁的 各种差别就在于自律二字 前阵子 小龙女李若彤在网上晒出了身穿相服的近状 并配文 54岁的我穿上了17岁的同款相服 身形没什么改变 心却比从前更坚定强大了 照片中的她 身材纤细 皮肤紧致 和25年前白衣飘飘的神仙姐姐别无二致 令人现硬的身材背后 离不开多年如一日的自律 她常年坚持运动 即使工作之余 疫情在家也从未停止 一旦前一晚多吃了一点 接下来几天便会加大锻炼强度 绝不懈怠 微博上的动态大多与运动有关 还曾向网友分享自己的健身心得 也正因如此 年余50的她 还能拥有 让年轻人都望尘莫及的腹肌 想起来有位作家曾说过 这世上哪有什么天山同老 不老男神 不过是数十年的克制与坚持而已 身以为然 很多人总是一边看着自己凸起的肚子 一边羡慕别人的好身材 一边抱一抱使小兵缠身 一边又感慨着岁月不饶人 殊不知道了喝口凉水都长肉的年纪 自律才是抵抗中年危机的标配 有人说你有多自律就有多自由 同样的你有多自律便有多美丽 不必追求八块腹肌 天天吃水煮青菜 你只需适当的控制饮食 迈开双脚 人到中年留下的每一滴汗水 克制的每一个欲望 都是对抗岁月的良药 长久的自律 必当踩碎时间的沙漏 赋予你轻盈的身材 健康的体魄 二 心态的好与坏 全都写在脸上 有句老话是 有脸关心 向由心生 这些年见的人多了 欲发觉的这句话 并非空穴来风 人的容貌 并非只会在岁月的消磨下 发生变化 它同样会随着心境的变化而改变 有个朋友平日里 一向负能量很重 每次同的聊天 都像在听一场小型的吐槽会 仿佛他的生活里 没有任何色彩 朋友圈动态里 不是抱怨孩子不听话 老公没本事 便是吐槽工作上的不顺心 前阵子参加同学聚会 见到他 发现他 面色憔悴 脸颊凹陷 身材也消瘦了不少 在一大群同龄人中间坐着 竟显得老上许多 更意外的是 参加聚会的所有人中 看起来最年轻 最有活力的 不是班里的老妖 也不是过得最惬意的班花 而是一个上学时 性格就大大咧咧的女同学 想起来日本文学社大宅壮一 曾说过 一个人的脸就是一张履历表 身以为然 到了一定年纪 你的长相里藏着你灵魂的样子 凭这里一个人的内心是长长 阴云密布 还是永远晴空万里 从脸上就能猜到七八分 不难发现生活中 消极悲观的人总是习惯 眉头紧锁 整个人都透着一股低气压 而心态乐观的人 却时常面带笑容 平和开朗 充满朝气和活力 持续的时间久了 容颜自然朝着不同的方向改变 就像一位整容医生在书里写的 再端正的容貌 也不是一成不变的 它一定会随着人心的动荡 而彼此起伏 人的脸是一块细腻的布 愁苦会生出相应的皱纹 快乐则会有完全不同的纹路 如果你想要美好的容颜 那你的心境一定要是明媚的 人们常说人到中年 最好的状态是 眼中满是故事 脸上不见风霜 一张没有被岁月欺负过的脸 背后不一定是养尊处优的生活 却一定有一个乐观豁达的灵魂 周年生活 风雨扑面 百事缠身 唯有内心的明媚 才能抵御琐事的消耗 滋咬出美好的容颜 三 生活态度如何 你的衣着会说话 有一篇关于杨岚的文章 因为衣着不得体 数次面试被拒的她 顶着乱糟糟的头发 被房东太太赶出了家门 她失落地坐在咖啡厅里 不由得心生感慨 没有人有义务通过 连你都不在意地拉她外表 来看到你优秀的内心 文章下方 有位读者分享了自己的一段经历 生了二胎后 她便辞职当起了全职妈妈 每天不是围着孩子打转 就是洗洗涮涮 时间久了在穿着打扮上 就松懈了许多 总觉得收不收是无所谓 有次女儿班上要开家长会 她兴致冲冲地准备参加 没想到临睡前 小姑娘却轻轻拽了拽她的手 妈妈 我想让小阿姨陪我去 虽说童言无忌 但那一刻 她还是觉得自己被刺痛了 那晚她看着镜子里面 素面朝天 头发随便挽起 穿着发黄的短袖 旧家居库的自己 突然意识到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 她都忽视了生活 也忽视了自己 从那以后 她便有意识地改变自己 开始重新化妆 跟着博主学习穿搭 每天准备好早饭后 先把自己收拾得美美的 再开始一天的忙碌 去年老二读了幼儿园 她重新回到职场后 依然每天妆容精致 衣着得体 回忆起那段日子 她感慨万千 生活的繁琐 家庭的压力 都不应该成为我们 放弃打扮自己的理由 被称为中国最后一位名媛的 郑念曾说过 哪怕风雨璀璨 我也有自己的精致和讲究 人到了一定的年纪 便会越发觉得 一个人最可贵的品质 其实是精致 这种精致 与金钱无关 与容貌无关 而是一份对生活的热忱 中年人的世界 总是围着票子孩子转 兵荒马乱是常态 一粒鸡毛 也见怪不怪 一个时时刻刻 能保持妆容干净 衣着得体的人 身体里一定藏着一颗 热气腾腾的心 这颗心虽然无法阻止 时光的逝去 但却能抵挡 岁月的魔力 好好收拾自己 是对别人的尊重 也是对自己的取悦 不需要多么华丽繁复 简单的干净得体便好 认真对待生活的人 才能获得生活的垂青 四 罗素曾说过 一个人的外表 就是一个人价值的外观 他藏着你自律的生活 还藏着你 正在追求着的人生 年华终究会老去 但我们的外表 却由自己打造 谁都想活得年轻 老得漂亮 或许以下几个小建议 对你有用 一 熬夜是年轻的天敌 早睡早起 每天睡够八小时 沉起一杯水 多吃 果蔬 少沾油腻 三 一周抽出四到五天 每次锻炼一到两个小时 四 睡前花十分钟 搭配好明天要穿的衣服 五 多选简约色系 衣服的质感 比款式重要 六 每天提醒自己微笑一百次 七 想发火前 先冷静十秒钟 八 睡前一小时 放下手机 打开书本 九 培养一个爱好 唱歌 跳舞 绘画 等 十 最重要的是 永远保持一颗童心 很喜欢一句话 爱生活 爱生命 爱自己 岁月自会 让你的一颇一笑 都如诗如画 往后余生 愿你过得自律节制 不向岁月低头 愿你心底阳光普照 不为日子忧愁 愿你活得热气腾腾 不惧老之将至 更愿你 快乐写在嘴角 幸福挂在眉梢 年轻藏于双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